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对农产品的需求预计将在现有的水平上增长50%。 为了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必须在减少对土地和水等稀缺资源损耗的前提下提高农业产量。 农业生产的灌溉用水几乎消耗了世界70%以上的淡水资源, 但是用水效率却低于50%,带来的挑战是如何在确定足够的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实现灌溉用水效率最大化。 气候智慧型灌溉方法,诸如土壤湿漏、监测技术,可有助于应对这一挑战,并确保子孙后代有水可用。 例如,利用湿度传感器提供的主要信息,可以帮助农民决定合适灌溉,灌溉多少。 但是在田间精确的测量土壤湿度需要大量的传感器,这会增加农业成本。 相反,虽然可以利用摇杆卫星测量广域土壤的土壤湿度,但对于农业而言,范围又太大了。 在这两个范围之间,宇宙射线中子传感器填补了这一空白。 它可以测量农业地块或特定区域土壤的土壤湿度,并且不会干扰田间农业生产。 下面是它的工作原理。 宇宙射线进入大气层后,与地球大气元素相互作用,产生高能量的快中子,并最终穿过土壤后,再散射回大气中。 这些高能中子与主要来自土壤水分中的氢原子发生碰撞,丧失能量转变为散射的低能中子。 宇宙射线中子传感器可测量靠近土壤表面的这些低能中子,以监测土壤湿度。 由于中子分布于整个空间,并在空气中能够散射很长的距离,因此它们可以监视广阔区域的土壤湿度。 量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司与很多成员国的科学家开展合作,将宇宙射线中子传感器应用于农田地块和特定区域土地的农业水管理上。 利用这些传感器,可以验证卫星摇杆影像对农田灌溉和干旱管理的预测。 这对于开展气候智能型农业促进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